现在汽车市场汽车力越来越大 很多品牌都纷纷推出新款汽车来抢占市场 消费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现在推出的车型都比较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表现力也不错 可是在这样一个如火如荼的汽车市场中 什么样的车才能够有好的销量 得到消费者的喜爱呢 一款好的车想要在全球市场都畅销 首先这车得是紧凑车型 现在全球市场中除了SUV 紧凑车型V是人们最喜爱的车型 就像在中国 如果卖出10辆车 那么10辆车中起码有3-4辆是紧凑车型 这款车型不需要太过于运动化和个性化 只需要满足家用就可以了 价格也不用太高 价格亲民就比较好 而在这些紧凑事情中 有些车就比较偏运动化 比如说思域和福克斯 这两款车都注重追求运动化和操控性 忽略了车本身的舒适度和空间大小 而这两点都是现在很多普通客户所追求的 这两款车各方面都应该均衡一下 并不是指偏向于某一方面 卡罗拉和高尔夫在各方面设计的比较均衡 可是卡罗拉去做得更好 并且丰田在全球的布局和汽车的生产管理上 更出色一些 单看车型 卡罗拉的整体品质看起来比较高 从空间来说 卡罗拉跟同级车型比较 也是属于中上水平 因此卡罗拉在全球的销量才稳居榜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